主料,龙骨500克,前玉米400克,胡萝卜50克,辅料,葱,盐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龙骨提前用清水泡去血水,泡好的龙骨焯一水,冲去浮沫后稍微下水,龙骨放入高压波,加入适量清水,再加两块浆,炖10分钟后关火,炖龙骨的功夫, 把玉米的胡萝卜切成大小时中的块儿,炖好的龙骨等高压锅不冒气了,打开锅盖加入玉米和胡萝卜,再炖5分钟,出锅的时候撒点胡椒粉和葱花即可,烹饪技巧 一,煲汤的锅最好选用砂锅,新的砂锅第一次使用时,洗净后放入适量水和少许米煮开熬制一会儿,火不要太大,米汤能将砂锅的空隙填满,二煲汤的水要一次加足,水量为原料的3-5倍,适应用凉水,三,煲汤时要先用暗火将水烧开,再转小火慢慢熬制, 四,盐要最后放,太早放盐会使原材料中水分排出,蛋白质凝固,口感变柴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